我现在回应第一个问题 我们如何滑向左、滑向右 如何知道神的心意呢? 我首先想给大家一个信念 就是神很想我们知道他的意念 这是最重要的基础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我们觉得 神啊,你到底想让我们知道? 我要求神 求到神肯让我们知道 我们就会觉得很难 觉得好像要改变神的心意 其实我们任何祈祷都是一样 很多时候人会觉得 我有事,我有问题 我要求神,我要求神 这种心态是很困难的 因为这个心态是困难的 因为对神没有信心 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很爱我们 他很想带领我们 他这条路是唯一可行的路 为什么呢? 不走那条路呢? 你就必有困难 必定辛苦 必定发挥不到生命 他有一条最好的路 已经为我们预备了 这个信念是帮助我们去尋求神的心意 不像要求他感动才改变 不是,他随时都想告诉我们 问题呢? 其实就是在于我们香港听话 你听话呢? 你就会逐步听到 但有时我们未必会一步 就听到第十步的声音 你第一步就听到第一步的声音 因为我们其实不需要决定 你将来成为一个什么人 可能我们中间有些人 成为报道家 有些人成为宣教士 也未认过 我们不知道 但如果说 你将来做报道家 你将来做一个领敬拜者 那你就会说 我不行的 那我们就会害怕了 但神就让你今天 你开始走第一步 那我们怎样知道神的心意呢? 其实圣经讲的很简单 将身体现象当作活祭 这个是罗外书十二章一到二战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更生而变化 就叫我们测验和神的善良順全 起源的旨 这是神会负责的 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不要觉得 我们什么时候都是 祈求什么 祈求神的指示 或者祈求神的医治 或者祝福方作 都不要觉得 神可能都不记得了我 神可能都不挂着我 神都没有想着帮我 这样的时候 你就会很缺乏信心 但如果你说 神一定要祝福我 一定他会想我知道 那你就会不担心 也有很多人 他们会找一些先知去印证 这件事是没错 可以作为一个额外的印证 但神是会向那个有关的人 会有这个感动 就是说他完全没有这个感动 有个先知来跟他说 这个人是你要跟他结婚的 他说我都没有感动 先知说你要跟他结婚 那个人都没有感动的时候 即是未必是 先知的责任未必是这样的 其实有人找到先知 有正确和错误 我觉得圣经是有讲到 即是神跟我们说话 即是在不同的经文 都有讲到 即是神是赐这个预言的能力 作先知的能力 先知的恩赐 都有讲到的 的而且先知是可以帮人的 但有些人呢 他想找先知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对于自己很无事信 他觉得自己没用 先知跟他说 你将来会成为列国的祝福 你将来的财富很多 你将来会大辣给神使用 他就觉得很舒服 很开心 他又想找很多先知神 告诉他这种事情 这种呢 其实是不正确去使用先知的恩赐 因为这些圣经已经化了 每个都是宝贵的 每个神都用的 只要你肯将生命给耶稣就可以了 这种事情你不用别人告诉你 是人都可以知道 神在你生命中有奇妙计划 无论你的质素有多 在人眼光来说有多低 你的知识有多低 神不介意的 因为神简选如全脚 虚有智慧的收贵 这个没问题的 所以我们不是需要先知 来加强我的自信心 我的自信心是从圣经 和亲人神来得帮助的 那先知的帮助 我觉得最好是怎样呢 就是说 有些时候呢 你是有心侍奉神 不过你不太肯定 是不是这一次出 是不是去这儿去那儿 你又有这个感动 但是你又很想 有更多的印证的时候 你找先知一起祷告是好的 这是一个颜外的印证 去 confirm 你自己是否收到神的信息 事实上 你有感动呢 你有祈祷 你依然平安 你都可以放心去做 不过 你想更加肯定 尤其是有些很大的抉择 比如关于婚姻 我又觉得不只是找先知 一定要辅导 一定要两个人沟通 相处 所以你觉得真的 两人相处都是好的 有合乎神的心意 有建立灵性的 这样的时候 这些都是印证那样的 是属于神的 就是有些大的决定 是否侍奉 去哪里侍奉 做些什么 这些决责的时候 就是你已经想跟着神的 不过不知走到哪里 那些地方 你可以找先知去 那些地方 没有先知的时候 有些不可靠的信息 可惜这是人的软弱 看看你找到哪一个 所以最主要是神跟我们说 因为圣经是告诉我 你会后面听到声音 告诉他这条正路 要走在其间 但有时我们未那么快 准确地知道是 我们会收到意念 其实我们个个都会收到意念 知道有罪 知道有些什么应该做 还有我们有些选择 但是有时我们不清楚 未懂得听 这样的时候 有先知的方法 是会更加好的 那我不知道有没有 那些问题 多读圣经 会不会是 圣经某些字眼 会有没有 特别强烈的感动 这个是 或者是尚上出现多字眼 就是那条路 譬如转功 是 神可以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你用的时候 我会觉得 你真是在求闻神的状态 然后神给你的经文 都要有小心 你不要说 OK 我现在有个人想结婚 我叫了圣经 他有个什么字 一出现 有个字 即是他是结婚的人 这个就有些冒险性了 就是 你说这个方法 这个是神给你的方法 但是 如果有些 如果神给你的意念 有个经文 出现 然后一看 那个经文说的东西 刚刚是我要 想得答我 这样的时候 这个就会更强烈 你都不知道 那个经节是什么 但有个经节出现 有个意念出现 然后你去那里找 这样的时候 这个就会更强烈 我们用的时候 我自己来说 我不太赞成 就是说 OK 我现在要去床里 神啊 你帮助我 看到圣经 看到经文的时候 这个 因为我不知道 神是否肯定 用这个方法来回应我们 神用的 给我们的方法 肯定是 我们内里的声音 我们内里的感动 但是呢 至于说 会不会这样来 揭圣经 但是神可不可以用这些 可以 譬如你无意之中 你一揭圣经 又给你一个答案 有时又可以 而你其他方面 都confirm 就是肯定 这件事 都可以做一个 就是加强 这个认证 OK 都可以的 神可以用任何的 形式 亦都可以用一个 完全没有拉奸的人 跟你说一句说话 亦都可以用一个 不信耶稣的人 说一句说话 亦都可以用街上的 一些说话 都可以帮助你 OK 好 好了 下一个就是说到 有人有病 就是想去告诉他 可以去 好 可以得到医治 但是因为 教会就不接受 圣灵的工作 不接受 这种医治的工作 那我们怎么去跟他说呢 那这一件事呢 我们其实 都 有说过的 就是 圣灵工作 是有包括 超自然的恩赐 二能性的恩赐 那圣经是有很清楚 说到 我们仍然有 医病的恩赐 其中的经文 马虎福音十六章 很清楚说到 你会往普天下去传 呼音及马民听 然后说到 信人比较神职 循环明赶鬼 和手岸病人 病人就必好 所以圣灵有说到这些 在临前十二章 也说到有医病的恩赐 在以赛书五三章 也说到 因他受到 因伤害低烈医治 在福音书也有 换回这个经文 当耶稣医治人的时候 就说到 这是仍然的经文 所以都告诉我们 最主要的 两个经文下 我们仍然有 其实 有没有医治 是所有基督徒 都相信耶稣有医治 不过我们 还有没有医治 是那个 争论点 我们今天基督徒 和将来基督徒 有没有 仍然有这个恩赐 所以我们有两个经文 很肯定有 就是马克福音十六章 因为那里说到 往好天下的全福音 即是说 全福音的时候 就会有医病 这件事 就是有医病 还有 临前十二章 是说到这个恩赐 是并没有说到有一个 deadline 并没有说到 你快点用 将来没有了 保罗没有这么说 就是说出圣灵会 赐给人这些恩赐 所以今天仍然有这个恩赐 而我之前也说过 圣灵充满的定义 我们说过 其实我有一次有个 PowerPoint 我应该有传给你们 就是说到 圣灵充满的定义 我可以再传给你们 圣灵充满的定义 是包含有 超自然的 即是说 圣灵工作是包含超自然的 即是说 我们先讲那些经文 这个 临前十二章 讲到 神用能力 圣灵和能力 高拿着圣灵 耶稣 就行神职 即是说 圣灵带给他 行神职的能力 和耶稣 他说 如果我靠圣灵赶鬼 就是神的国能道 所以就是圣灵赶鬼 圣灵带来超自然的恩慈 所以圣灵充满 就是说 这些恩慈更加强 可以在人身上 有这种能力 去带来医治 我会这样说 有个人不接受 但是我们就会跟他说 你会不会 如果你看到圣经 真的告诉我 今天而言可以有医治 你会不会接受 或是你说 圣经说什么 我都不接受 这是引起他思想的模式 我又不是说他不正 不过是听他说 聆听他 他的困难在哪里 他说 我一向都没有 教会有教 没有实跡 你跟他说 如果我们在圣经看到 今天仍然有实跡 你会不会相信 或是你依然觉得 是不可能的 即是你的信念在先 或是圣经在先 去跟他谈 如果他愿意说 如果圣经说有 我都想去了解 这个人便愿意开放 但有些人说 因为我受到的教导是没有的 所以我不接受他 他就说明 但很少人这样说 他不会说 我们是这样 所以我不信有神迹 他觉得圣经是没有支持到有神迹 所以很多人 即是没有基督徒 他会说 圣经说什么都好 我都不会跟 总之我又跟我 听开那样的 尤其当他的儿子 真的有这个问题 我们都可以告诉他 真的很多人 我们服耶稣名 有很多不同意识的医治 你和他分享 也都灵定他 他困难在哪里 第一句能不能接受 OK 好 然后接着就说到这个 领敬拜 领敬拜的问题 练声 大家如果上网 其实你用手机也可以 你用电脑上网也可以 你用Virtual Piano 我不知道中文译做什么 你这样钢琴也可以 你这样打钢琴 网上搜寻 在网上有些地方 它就会有一个钢琴出来 就是有些琴键 在那里 你就用琴键来练声 你练声 想拿准音 其实我自己来说 你就是Piano 钢琴 你就是Piano 钢琴 那就可以了 你要下载 下载 有一个钢琴出现 可能也有Apps 是有钢琴的 你一钢琴 它就开了一个钢琴 你一按音 你就会看到音 大家都知道 我都说过 两个黑色键 三个黑色键 两个黑色键 这里就是C 你就用它来唱 Dó Mi So Mi Do 这样唱 Dó Mi So Mi Do 你跟着唱 Dó Mi So Mi Do 一起唱 Dó Mi So Mi Do Dó Mi So Mi Do Dó Mi Fa So Fa Mi Re Do 再一个 那就是你一直跟着弹 那一直跟着弹 你都一直跟着弹 你就这样唱 唱了一下便能够拿准到音 即是你能够知道 即是你唱一些so far name 即是一二三四的那些 唱一下 都都都地 是的 他刚刚拍到 都都地 都都地 都都都地 是的 就是这样 这首歌你懂的 那你就试一下 其实网上有很多谱的 任何谱的谱 例如选谱就可以了 或者你买一本 选谱的诗歌 就写了这些谱 那你不跟着 跟着他弹 跟着他唱 就拿准的音 拿准的音 就 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那我在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 我看到我爸爸出口琴 那他就 我就说我都想学 他就教我出口琴 后来我在中学的时候 我们学校有口琴 我就参加我们学校的口琴 我还出去比赛 那我吹了多 有一个后果 就是我听到一首歌 so re do do so re mi do mi re do la so 即是我立刻知道是什么 是什么音的 亦都是我开始弹琴 就是人工这个方法 就是我听一首歌 那你也可以跟着 那些歌 跟着他弹 弹一下 你就拿到音 那你第二天 你就会 立刻可以拿到音 那你拿到音的好处呢 其实很多时候 我弹 弹歌 你见到我 比如你说 你想弹什么歌 我立刻弹吉他 或者钢琴 为什么我弹 我立刻弹 我一听一首歌 我分辨到什么音 分辨到什么音 之后 我立刻放弹音 是我即时放弹音 这个就是我听惯了音乐 这个就是个好处 但这个可能大家未到这个程度 不要紧的 这个也是复杂一点 这个不要紧 大家就用这个方法念 很复杂 很复杂 你好像自然到这样 已经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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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立刻会 我是 我一方面的分别 和一方面 我在唱 我都会在弹音 我都会在弹音 这个是G 这个是G 这个是E minor 它可以夹 它可以在弹音 这个也是G 我们的词 它可以在弹音 它可以在弹音 當然,我現在能夠這樣做,是一個很長的路程 至於如何進入,我想說,有些傳統歌曲多數是第一拍進入 這個比較容易唱,例如說 主耶穌愛我,主耶穌愛我 主耶穌,這個數拍子的方法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這個就是,你數拍子 主耶穌愛我,主耶穌愛我 這個就是你試試有些歌曲去數拍子 但你一邊唱一邊數,是很難的 有一個方法我是用的 有一個方法是比較簡單,用左右腳 或者是屈身搖擺,我現在示範一次給你看 就是你如何知道歌曲去到重拍還是輕拍 你做了一下,你會感覺到的 謝師的手這樣 主耶穌愛我 重拍左邊 主耶穌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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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誇張就很難 如果你誇張就很難 如果不誇張就很難 主耶穌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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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左右腳 重拍還是輕拍 其實這種對音樂的分辨是一種長期學習 因為事實上音樂是神所使用的很重要的工具 是非常好的 雖然的而且確是音樂是需要時間的 我這麼多年以來是很多方面在音樂上去建立的 第一,我學吹口琴 這是第一個 然後我又學彈結他、彈鋼琴、唱歌 我交學費都交過不少 還有聽很多歌 來分辨裡面的音樂和音樂的感覺 所以你看到我隨時一唱 我又可以唱零歌 這個是我們學人 你慢慢可以來 可以有這種能力 我告訴你音樂的腦 如何進入 第一種就是第一、二、三、四 但有些歌不是 有些歌是第二拍入 第一拍幾入 這些都有的 這些是比較複雜的 你要熟悉首歌 你只要什麼時候進入 你就要數了 你這樣數一下 這首主樂高歌的名則 不是第一拍入的 但我踏腳就重一下 這首主樂高歌的音樂 就是第二拍才進入的 那些歌是比較自由的 第一拍入的感覺是比較傳統的 所以現在的新歌 很多都不是第一拍入的 這東西是比較難的 你要感覺到那首歌 他在彈的時候 事實上多數的思琴 不是會遷就你的 就是你入錯了 他會跟著你轉的 但是最好你就跟著他重拍 你聽到重拍 嘗試大家聽一下 我想唱一首歌 中國人的拍掌就是重拍 一、三拍掌 但是西方人和非洲人 是二、四的 二、四會自由很多 我現在想你在二… 不過我叫你二、四拍 你會難些 先拍一、三先 一、三先 我隨便 我現在在這裡唱一點 然後大家試一下 在這裡 其實我現在這樣彈 你可能已經感覺到… Yes, you are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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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are 現在你們就可以拿到 其實大部分人都知道 幾十一、三拍掌 但是未必每個人都能做到 那你就感覺到 你知道那首歌 所以你要熟悉那首歌 所以你要熟悉那首歌 來煮我歌的裡面 你知道 所以這就是需要你自己去練習的 其實你主要是一個重拍入 如果那首歌是重拍入 那你就要入對重拍 那那個C琴就會跟到你 通常來說 他可能會… 譬如你現在準備入 他可能會… 即他會一路轉 你知道這是重拍 就是這個樂器的重拍 那你能重拍 如果是重拍入 就是重拍 如果不是呢 就是第二拍 這個就是需要你練習 好了 氣呢 這個東西我們曾經說過了 其實我在學唱歌 有一個老師他解釋清楚 保持氣和用力 氣用力 即是有些人他以為 氣是儲存在單田其實是不對的 像是圖 為什麼不對呢 當你吸了氣 你要用力的時候 一用一收 那個氣就走了 沒錯 那個氣其實是在肺那裡 就是那些勒骨 膨脹 膨脹 所以我以前教過你去膨脹 那你吸氣了 膨脹的肺 然後hold著它 老人家 就是那肺一邊膨脹著 一直這樣練 那你唱的時候是一樣 一直這樣膨脹著的 一邊膨脹著 每天在練 但肚子是捏下去的? 不是,肚子是看你做甚麼 譬如你要唱高音 你看看我的手 收下去 收下去 用單田的用力 高的時候就收下肚子 用力那一刻 如果你不用力那一刻 你就這樣撐住就可以了 撐住就可以了 但肚子也撐住 本身已經有靈 但當你有高音的時候 即是你唱到 主 yes so 我 我 那裏就要用 下面用力 撐住 讓你的聲音能夠自由地 上去 而不覺得一種 硬的感覺和無力的感覺 這需要你每天去練 放鬆 連打的時候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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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有天這樣連 你的氣開了 口腔裡面 也叫做軟口蓋 就是我們前面是硬的 後面是軟的 那個地方膨脹 就是你打開路的時候 噢 噢 就是你打開路的時候 你發覺是裡面打開的 你裡面打開 它就會 那些聲音就會 用那個空間 你也有共鳴 這個是需要每天練的 是練了 我都講過 如果你幾個月練到 是快 有些人是幾年都學不到 幾年都學不到 就是他做不到 他始終是 老師唱的時候 他做到 一唱歌 就下來了 共鳴是怎樣 即是你聽到他唱的時候 噢 Yes Oh Alleluia Yaaa 這個聲音是广泛的 好 O O Yes O O 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